一名魔军高叫道 这是何等魔物的魔弹 竟然也可以这般慎重的拿来交易 那魔弹在光圈里沉浮 强大的魔气散开 令众多魔军吃惊不已 但即便如此 他们还惊恐地发现 那魔弹上被宝设下了一层静置 将大部分的力量都禁锢住了 否则那魔气扩散开 怕是要直接引起骚动了 宝微微一笑 这是太古魔园的魔弹 什么 不可能 整个遥光殿内几乎都炸开了锅 全是难以置信的样子 嘈杂的议论声再也掩盖不住 在四周响起 横行太古时代的魔园 距今已不知多少年月 即便有魔弹留下 也早应该实话了才对 怎么会如此生机勃勃 据说 太古魔园 只要成年之后 便可以无障碍地踏入魔尊境 这一族的凶手 在太古时期横行无忌 称霸了数百年之久 太古时代 距今多少年了 怕年代跨度都是一个谜 怎么会有魔弹留下 太扯了吧 各种议论之声传入李云霄的耳中 他不由地惊诧起来 望着那光圈内的魔弹 也陷入了深思 那魔弹此刻散发出来的气息内 的确带着生命迹象 而且还不弱 但若是如同众人所讲 横跨了不知多少年月 就不应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气息才对 等众人的吃惊和议论声 见晓了下去后 宝才微微地笑道 这枚魔弹 是我一位好友 在一处古之遗迹当中找到的 的确是太古魔源的弹无疑 并且还是一枚活弹 如假包换 哗啦 他这么一说 等于将魔弹的情况确定下来了 又是引起了一阵骚动 各种难以置信和兴奋的神色 在众人脸上闪过 即便是月也双眸中放出光来 闪烁不定 李云霄突然笑道 怎么 月大人对这魔弹有兴趣 月震慑道 当然 若是能够孵化出太古魔源 从小便以秘术滋养 待得成年之后 就会对你忠心耿耿 永不背叛 而且 太古魔源一旦成年 可就是魔尊级别的力量 说完 他脸上涌起了潮红色 激动的手臂都微微颤抖了 李云霄哑然失笑 那么 拿这枚魔弹出来交易的人 会是谁呢 月愣了一下 脸色变得古怪起来 一阵细丝后 突然苦笑了一声 多谢李大人提醒 大人的意思是说 这枚魔弹虽然有生命迹象 但也孵化不出来 李云霄笑道 未必是孵化不出 也有可能是孵化的条件 已经不具备 或者说 孵化出之后另有问题 诸如不受控制等等 月的神态 比之前显得要平静得多 点头道 李大人 所言有理 是我过于盲目了 这魔弹一定是存在问题 才会被人拿来交易的 站在几人身侧的一些魔军 闻言之后也沉思了起来 更是不由地 多看了李云霄几眼 场内一名魔军 高叫起来 这枚魔弹 要卖多少魔原石 四下顿时安静了下来 几百人的偌大广场 一下静谧的有些诡异 都是静静地听着 生怕自己错过 宝微笑道 如此珍贵之物 岂是魔原石可以购买的 若是我那朋友 真想要魔原石 那估计也是天价了 这太古魔原的弹 只接受以物异物 那名魔军再次高叫道 那物主想要换什么东西 宝的眼中神光一闪 一字字地说道 魔灵狱 下方一阵骚动起来 大量的魔族脸上一片茫然 似乎并没有听过此物一般 而少部分魔族则是脸色大变 双眼当中满是骇然之色 神色阴沉不定 魔灵狱是什么 各种嘈杂声当中 问的最多的便是这句话 虽然大家都猜到了 要交换的东西不会简单 但也没有想到会复杂到 喊有人知道 那人要换的竟然是魔灵狱 这枚魔蛋的主人 到底是谁 月的脸上也浮现出金色 似乎带着一缕恐慌 李云霄奇怪道 那魔灵狱到底为何物 就连众多魔君也不知道 含有知道者 全是一脸害怕的样子 月稳定了一下心神 这才说道 圣魔历经五衰之劫 死后身躯所化 什么 这下轮到李云霄大吃一惊了 愣了半嗓 才喃喃自语道 难怪 难怪了 月也是点了一下头 也只有魔灵狱这般质宝 才配得上太古魔源的魔蛋呢 那魔灵狱说起来也算是变异的霓虹石了 毕竟圣魔死后留下的身躯本体还是霓虹石 在强大魔气的衰竭下 坍塌成魔灵狱 此物我也未曾见过实体 只是听闻过 宝并没有过多解释 因为这东西乃是圣魔遗物 解释起来 解释起来便是对圣魔的大不敬 所以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单手打出几道绝印 直接在空中投影出来 在其身前石杖处各色光芒汇聚而来 形成一块暗黑色的玉石 那玉石色泽银润透亮 没有固定的形状 边角凌厉 周身散发着淡淡魔光 仿佛不容于天地 略显冰寒森冷 李云霄浑身一颤 双眸当中暴射出精芒来 但瞬间就压着了下去 眸光微脸 用以掩饰内心的震惊 那块魔灵狱的影像 与天外玄冰石有几分相似 只是颜色不同 而且从投影上看 似乎没有那般恐怖的寒气 李大人 怎么了 岳察觉到了李云霄的震惊 不由地问道 李云霄微微摇头 双目被一层浑浊的眸光盖住 看不清他的真实想法 脑海中却是心面电转 飞速思考起来 这天外玄冰石 来自冰玉的圣魔世家 并且据说 事关他们冲击圣魔境 那么极有可能 跟魔灵玉有关 虽然他现在还不确定 那天外玄冰石 是否就是魔灵玉 但两者之间 一定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 宝的投影 投出影像之后 便向众人说道 便是此物 知知者便知 不知者便不知 无需多解释 即便没有魔灵玉 但凡有此物消息者 我那有人也必然会重谢 虽然他没有解释 但下面私下相传 所有人都差不多明白了 魔灵玉的来历 全是面带金色 在魔界无数年的岁月中 虽然一路细数下来 圣魔的数量不在少数 但划分到每个时代 就是凤毛灵角了 甚至有的时代 在横贯数十万年的岁月里 也未必有圣魔存在 一名魔军 沉吟道 魔灵玉这种东西 怕是只有圣魔世家 才有可能拥有吧 在场之人 怕是没有能拿得出者 其余之人也都是纷纷点头 那魔灵玉 要么是圣魔世家相传下来的 要么就是走了狗屎运 在遗迹当中 遇到作画的圣魔遗体 但无论是哪种 都是希望渺茫 宝多目光 在众人脸上逐一扫过 也明了了 说道 看来都没有魔灵玉了 真是可惜了 他手一挥 便将那投影掐灭 同时掐绝打入光圈内 把那魔弹收了回去 李云霄心中一突 刚才宝的目光 瞥向众人的时候 似乎有意无意地 在他脸上多停留了刹那 虽然只是一刹那的区别 但也逃不过李云霄的神使 糟了 难道刚才我心神大震的时候 被他捕捉到了神色 李云霄心中飞快地计算起来 暗存道 若真是如此 搞不好会引出大麻烦 这个时候 所有魔军都是满脸渴望和晚叹地 看着那魔弹消失在面前 滴落的气氛在广场上蔓延 一个个若有所失的样子 在遥光殿内的某处 一间宽敞的密室内 那密室不算大 却是桌椅茶酒一应俱全 虽摆设简单 但静谧之中 却有一股别样的大气 突然间 地面一层光晕散开 其内稳稳地升起一雾来 正是那枚 刚刚在广场上亮相的 太古魔源之魔弹 戴德整个魔弹 在密室中显形后 光晕便逐渐散去 恢复了室内的亮度 角落里 一名黑袍的魔族走上前来 伸出手 抚摸着那魔弹 那魔族的整个脸孔 都被一层魔云盖住 只有那灵力的眸光 偶尔闪烁去下 完全看不清真容 哼哼 我早说了没用的 魔灵狱这等神物 整个魔界 掰着手指也能数得过来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 这种程度的交易会上 旁边 一张极为宽大的躺椅上 针交叉着双腿 悠闲品名 面带讥讽地说道 他的目光却是始终停留在密室中的一面水镜上 镜中直接投影出整个摇光殿内的情形 就连每一位魔族的形态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那名魔族说道 我也知道概率极低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而已 况且 他的声音突然停顿了下来 黑袍当中射出两道精芒 同样落在那水镜上面 似乎在盯着某人看 恐且也好像并非全无希望呢 蒸的脸色微变 眉头微微促起 你是指李云霄 原来蒸大人也观察到了 看来大人的目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此人啊 那黑袍魔族笑了起来 魔灵玉刚出现的时候 每一位魔族的面容和眼神都在我详尽的观察当中 其中有七人出现了异常的反应 但唯独李云霄的反应最为激烈 并且一瞬间 他还掩盖了自己的神色 让人看不透其内心 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